能源政策是否蔡轨赖随 新政府强调费荷和绿电 做主力确定了吗 原本说在一定条件下 考虑核三演义的经济部长 传出被民进党立委修理 一天内态度大转弯 强硬改口 费荷家园的态度没有改变 核电是我们目前没有考虑的 赖政府为核走回头路 紧包费荷神主牌 理由又是这种 核安核废料可以得到处理 才能够往下去思考 但是扩大启用核能 已经成为世界主流 别国难道是把核废料给吃掉 假如说核废料很难处理 那过去核一 核二 核三 我们怎么用的电 这个逻辑不通 那只是在拖延而已 事上全世界的核电 都会产生核废料 那现在有很多 就是直接掩埋在地下 其实你可以到日本情谊 你也可以去 其他欧洲国家来了解一下 经党每次通通核能的问题 就是把所有的问题 都推给核废料 政府说废核 搞绿能保证电力 能足够 但是台湾美国商会 有超过七成成员 对绿能供应感到担忧 回答执行长黄仁勋 也担心台湾电力 对AI发展是否足够 我们在台湾需要更多力 力量 力量是一个挑战 目前我们所规划的绿能 完全是够的 一切的担心 我想这个是没有必要的 7月核三 一号机就要处一 关键是如果赵政府规划 坚持废核 到底用其他能源替代 电力够不够 当然不能啊 电力是严重的不足 怎么会电力够吗 你现在都难免钱花嘛 也不够了 我们等停电吧 那政府说 我现在要全民共识 那等停电就有共识了 我们就等停电 来提起问题 当美国商会提出示警 当黄远勋悠行呼吁 就怕我们的能源政策 在新政府上台之后 又回到原点 热情红群真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